霍家前绝不会再败在他人的手下 眼前正在祭拜父亲的小伙 就是一代宗师霍元甲 今天是他打擂台的重要日子 临行前 他看着之前对爵士 牵下的生死状 心中暗暗发誓 自己定会成为金门第一 随后 他穿戴整齐前驱应战 不料走近才发现 舍类之人 竟是自己的就相识 诶 赵静 这么多年你躲哪儿去了 打遍江南湖的手 吹牛 两人一见面便视如水火 原来 霍家与赵家曾有恩怨 当年霍元甲的父亲霍恩帝 与赵剑的父亲赵忠强 曾打过一次擂台 一开始 霍恩帝凭借金战的霍家拳 打得赵忠强节节败退 不想关键时刻 霍恩帝因为不忍伤人及时收手 而赵忠强则趁机对霍恩帝发起猛攻 来不及应对的霍恩帝被打下擂台 从此与金门第一的称号无缘 而这也成为了霍元甲童年的执念 为了成为金门第一 他刻苦练习拳法 一练就是20年 如今有机会与赵剑交手 他的心里喜不自胜 灵活一跃后 爬上擂台应战 就在这时 赵剑发起偷袭 幸好霍元甲早有预料 腾空翻转化解了这场危机 两人的对战也随之开始 只见两人出拳对空 霍元甲本想攻击下盘 不料赵剑的下盘急稳 几个回合过后 不但没能伤及赵剑分后 还狠狠地挨了一拳 继续出招 霍元甲不再收留 抬腿一脚披断脚下木板 随后一拳贯穿木板 将赵剑打至角落 趁此机会乘胜追击 本想一脚将其揣下擂台 不料赵剑眼急手段 及时抓住栏杆一跃而上 接着改拳围掌 抓破了霍元甲的胸膛 两人继续对战 赵剑不停电话招式 皆被霍元甲轻松化解 而赵剑经过长时间的对战 已经泄了内力 霍元甲抓准时机 上前猛攻骑下路 几招便将赵剑打下擂台 击败了曾经的死对头 这让霍元甲更加自信 他断定自己比父亲更强 一定能将霍家拳发扬光大 在这之后 他不停受邀打内 一连胜出三十八场 千篇一律的对手 让他逐渐失去了耐心 我有签了生死状的 一起上 话音刚落 所有挑战者一拥而上 面对围攻 霍元甲气定神险 抬腿便将擂台上的众人 纷纷踹下去 不过片刻 台上台下便倒了一地 为了庆祝自己又多了一场胜仗 晚上霍元甲在酒楼大板宴席 过程中不断有人前来拜师 霍元甲不问性情人品 将所有人收入门下 并且高兴之余 包下了今日酒楼所有人的消费 在场宾客们纷纷鼓掌称号 可他张扬的样子 却引发了隔壁桌小伙的不满 你还没打赢我一副情言呢 小伙的这番话 霍元甲记载了心里 第二天一早 他便领着弟子 上街会了会铁刀门的情言 只见他装作不经意间出手试探 不料情言已经识破 反手便将棺材推了回去 力度之大 霍元甲险些难以招架 回家之后 他便开始盘算着要如何打败情言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他抬头看向自己新收的弟子 这群人软弱无力 不争气的样子 让霍元甲顿时大怒 起身教训众人 什么是功夫 什么是功夫 功夫 功夫是要时间磨练出来的 这一圈二十年的功夫 你们挡得住吗 练 见师傅生气 众弟子们不敢作声 默默练功 谁知就在晚上 一个弟子被人抬回了武馆 遍体鳞伤奄奄奄一息 谁干的 秦爷 听到这个名字 霍元甲脸色大变 当即便来到酒楼向秦爷讨要说话 此时秦爷正在大摆寿宴 只见霍元甲不顾情面 当众将秦爷一子暗倒在地 秦爷见状放低身段 劝霍元甲改悦再来 不料霍元甲直接命弟子拿出生死状 自我已经签了 够胆 就签上名字 见此情景 霍元甲的好友农敬孙前来劝道 不料霍元甲竟指责农敬孙不够意气 此话一出 农敬孙大怒 斥责霍元甲不分是非后 与其绝交 秦爷当众被搏了面子 也不再退让 两人持刀对指 只见霍元甲率先进攻 招式极其狠 而秦爷也毫不留情 两人接下了死神 秦爷刀法师大立场 不出几个回合 便将霍元甲暗倒在地 幸而他身法灵敌 危难关头 及时躲过了秦爷的致命攻击 随后起身一跃翻上房梁 一刀劈向秦爷头顶 自知落入下方 秦爷出招更加凶 八力将霍元甲刀刃斩断 随后发起猛攻 霍元甲手中断刃难以招架 于是一路躲闪 秦爷举刀猛追 两人一路缠斗之屋外 关键时刻 秦爷出刀 而霍元甲则伸手锁住刀身上的铁斑 随后一脚将其踢进酒窖 趁秦爷恍不知计 乘胜追击 与其近身肉搏 此时对战的节奏 完全掌握在霍元甲手里 秦爷被打得毫无缓手之力 可他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是不断猛攻秦爷胸膛 最后使出一记绝杀拳 秦爷胸骨断裂倒地不起 就这样 霍元甲终于打败了秦爷 中弟子见他安然无恙的出来 逆拥而上跑到对面的酒楼里彻夜狂欢 第二天清晨 霍元甲浑浑噩噩的走出酒楼 被农镜孙嘲讽 两个时辰前秦爷死了 霍元甲得知此事大为震惊 他的确想做金门第一 但却从没想到伤人性命 带着愧疚的心情 他返回家中 不料刚进门 便看到有人闯入的风景 在定睛一看 便发现母亲已经被人杀死 连女儿也惨遭毒手 霍元甲悲痛欲绝 断定此事绝对和秦爷有关系 于是提刀便杀入秦爷家中暴闯 秦爷义子见状起身上前 义子二话不说便搁紧了我 霍元甲没了手刃仇人的机会 便想杀了秦爷女眷屑粉 可看着两人无辜的眼神 他最终还是没能下狠手 行之无外 众人将之前被秦爷暴揍的弟子 带到霍元甲面前 此时的弟子也不敢再隐瞒 坦言称当日秦爷之所以对他下手 是因为他与秦爷的妾室同奸在线 听闻此言 霍元甲内心已经崩溃 原来秦爷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 是自己的意气用事 导致了两个家庭的悲剧 从这之后 霍元甲便离开天津 自暴自弃 就当他受不了内心谴责 打算自禁时 偶然被附近村民救下 在村姑跃祠的照料下 他渐渐恢复精神 并决定留在村里插秧劳作 聊此一生 此时他已经磨平了曾经的亲口 变成了一个内心平和的人 直到这日 村民们抓到一个偷牛的孩子 依照村规 孩子要被毒打一炷香的时间 见孩子年幼 霍元甲不忍他遭此毒手 于是挺身而出院带其受罚 不料这时 村霸上前 只见对方毫不留情地朝霍元甲穿去 而霍元甲则纹丝不动 忍受毒打 眼看对方越打越起劲 一旁的婆婆于心不忍 你也不能让别人生了你的命啊 孩子 听到这话 霍元甲重新燃起斗志 他意识到 习武之人 若不能拯救受苦受难之人 也就违背了其根本 随后 他不再隐缘了 经此一战 村霸心服口服 而霍元甲也解开心结 决定返回天津 弥补曾经的错误 可不想 刚踏入天津 就被眼前场景震惊 彼时已是清朝末年 大量洋人侵占天津 肆意欺负打压中国人 更有大力士挑战中华武术解 一连胜出32场 公开登报嘲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得知此事 霍元甲心中暗暗决定为国而战 可他身无分文寸步难行 无奈只能向救有农进孙求和借钱 我有愧于你 错的心里很痛 可这番话并没能打动农进孙 在他看来 霍元甲来找他 无非是死性不改 还想接着去打擂台 于是言辞拒绝 可当得知霍元甲 是为了去上海挑战大力士 才向他开口后 农进孙不计前嫌 立刻派人送去银票 得到了这笔钱 霍元甲成功地来到了大力士面前 两人面对而战 霍元甲率先出走试探 不料大力士竟不通不然 随后朝霍元甲猛然出血 两人在力量和身形上 都有悬殊的差距 不过片刻 霍元甲就被高高举起 幸好他伸手灵活 翻身缠绕大力士手臂 这才得以逃脱 意识到自己紧平力量 无法将其战胜后 霍元甲果断选择攻其软胃 只见他飞身跃起朝大力士驳梗出招 随后趁对方出招时 用力反折对方手掌 大力士不服气 起身毫无章法地进行攻击 霍元甲本想拨闪 不料却被大力士抱住 狠狠地甩向地面 随后大力士从高处跃起 想用一记泰山鸭鼎结束对决 没想到 反被霍元甲抵住伯格 至此胜负一分 霍元甲起身抱拳想离开 没想到却被大力士抱住大斗 情急之下 他一脚将其踢飞 就当大力士的头即将撞上擂台下的铁钉时 霍元甲及时出手相助 此举让大力士心服口服 抱拳致谢后 亲自举手宣布了霍元甲的胜利 一战过后 霍元甲重新获得名气 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动员武术借重人摒弃门户之箭 成立了金武体育会 带领国人练习拳法 保护自己 此举点燃了洋人的怒目 为了错霍元甲的锐气 他们召集各国高手 前来与霍元甲打内台 以多欺少的局面 让日本高手都直呼不公平 而霍元甲则丝毫不惧 欣然接受了这场以一敌四的对决 首先上场的英国拳王 出拳迅猛有力 但招式单一 对上霍元甲灵活的身手 不出片刻便被拍晕 第二名挑战者 是比利式皇家教练 枪法极快 在他的猛攻下 霍元甲不断躲审 随后抓准时机 挥动枪头 将对方外衣撕碎 见自己落入下方 对方果断将长棍一批为二 对霍元甲发起近身攻击 就在他上前之际 霍元甲抵住了他脖子 随后挥动长枪将其撂落 胜负已定 对方只得骂骂咧咧的下台 紧接着上场的是欧洲击剑冠军 对方剑法十分灵活 霍元甲不敢大意 拼尽全力抵挡 只见对方一记横扫 而霍元甲飞身一跃 随后挥剑将对方台甲划开 见此情景 对方一时心急 开始不断与霍元甲拉近距离 而这也给了霍元甲几乎 转身一剑套住击剑柄出的圆环 对方武器脱手 无力再战止的认输 连胜三场 霍元甲赢得了满堂贺 此时最后一位挑战者日本武士田中已经上台 只见田中拔出武士刀 而霍元甲的兵器则是三截棍 两人刚开始对决 便剑拔弩张 直至几十个回合都未能奋出圣外 霍元甲抓准时机甩出三截棍 却被田中反手擒住 而田中出刃的瞬间 霍元甲则抓起他的手臂将其甩出去 当两人站定时 已经互换了武器 霍元甲擅长刀法 而田中从未见过三截棍 因此无意间误伤自己 霍元甲剑撞归还武器 两人再次对战时 田中一刀将霍元甲手中三截棍砍断 只见霍元甲反应迅速 手持双棍出招更加迅猛 两人你来我往 缠斗许久 直至上半场结束 休息过程中 霍元甲将手边茶水一饮而尽 两人再次对战时 霍元甲才刚出招便开始感到头晕目眩 随后便吐出一口毒血 原来 洋人担心霍元甲胜出 于是提前在茶水里下了大量毒药 田中对此大为震惊 立刻叫停比武 观战的农镜孙健壮 劝霍元甲前去就医 不料尽遭拒绝 霍元甲不愿离场 身为习武之人 他如今为国而战 就算生死亦是光荣的 于是起身上台 田中敬佩他的精神 为了尊重他 坦称自己会全力以赴 此时霍元甲中毒一身 全然不是田中对手 可他却在接连中拳后 仍坚持不肯倒下 最后关头 霍元甲拼尽全力 使出绝杀拳 却在即将攻向田中胸口时 选择收手 随后倒地 裁判见此情景上台 便要宣告田中胜利 可田中是个真正的武士 他知道胜利并不属于自己 于是扶起霍元甲 将他的手高高举起 随后观众纷纷欢呼 而霍元甲直至死去 脸上仍挂着笑容 他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证明 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而在他离世后 金武体育会日渐壮大 直至今日仍然存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